最近因为美国三家银行相继在一周内爆雷 三个银行的开头正巧都是S 史春SB们 死后市场上充斥了SB的故事 把大家搅的心神不宁 生怕自己的存款或投资打了水漂 甚至网上有人说要把存款都取出来放在家里 火闲可不理赔现金损失的呀 就算危机被美国政府很好的控制住了 谁又能猜到下一次危机会以什么形式 什么时候从今而降 与其这样担忧 不如我们来好好的了解一下 怎么样可以做到资金的安全 把风险降到最低 大家好 这里是CC投资 今天我们主要分析加拿大存款保险CBIC 和加拿大投资保险基金CIPF 在投资过程中的合理使用 和注意要点 其他地区的朋友可以参照分析的方法和注意的事项 在自己的国家找到相应的机构 首先记住这两个标识 后面还会讲到怎么识别真伪 第一部分说说大众比较熟悉的CBIC 比较普遍的认识是 在银行倒闭时 每个客户在每个账户中最高可以取回100万加币 美国这个25万美金的保额 惹得加拿大人一阵羡慕和感慨 先恭喜点进来看的观众 相信大多存款都超过了这个最高赔付额 才会对潜在的风险有所担忧 还有一个最新的好消息 4月1日起 可能可以开通FHSA首次住房存款账号 它是独立于其他存款账号 最高的赔付额也是10万加币 存款保险包括了checking,saving,giz,term deposit各种形式 在RISP,RIF,TFSA,RESP,RDSP以及Trust账户上的存款 要注意每个类型的账号上都有上限10万的保额 和家人的联名账号也有独立的10万的保额 不包括股票、基金、债券等投资标的 如果你有过在银行买理财产品的经历 就知道在购买时会签署一份协议 表示你已知晓有可能损失全部投资金额的风险 之后不管发生什么 银行都已经在协议上撇清了责任 所以存款保险是名付其实 只保存款不保投资 平时我们在大街上经常看到的银行 都在CDIC的业务范围 如果选择了一些比较小的银行 就要在这个会员清单里查询确认 即便是一些网上银行 看到了网页底部有CDIC的标识 还是要到官网的清单中做确认 这是简面真伪唯一标准 既然在银行投资不是那么万无一时 就要说到第二部分 CIPF 投资保护基金 这要比存款部分复杂不少 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首先它是由SRO翻译成自律组织来监管 这个名字要吐槽一下 看它这个名字你真的能够把它和金融投资来挂钩 我还以为是个戒读所呢 SRO是由原来大家熟悉的EROC和MFDA 在2022年9月合并的 所以很多券商和金融机构网站底部的认证和标识 还没有改过来 原来的网站也是可以使用的 并且信息更全面 刚才在介绍CDIC存款保险的检查机构 是否受保的方法 也同样适用于投资保护基金 特别要注意两点 第一 投资保护基金是有时间限定的 也就是说会过期的 对于中小机构需要确认这个保护基金的到期时间 也就是说你买的时候是受到CIPF保护的 但是要是你的金融机构没有续费 会导致真的需要理赔的时候 保险已经过期了 第二 赔付的金额是100万加币 额度对个人来说是比较充足的 并且是每一个账户 也就是说如果设立的ISP RSP TFSA是单独享有这个保额的 但是赔付是需要自己去申请的 还有有效期限不像存款保险是自动执行的 在如今风银变换的市场中 无论你持有任何形式的投资 降低风险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希望今后持续收到有关投资安全的知识 就点击订阅关注 最后我们用巴菲特最广为流传的一句投资金句 来结束今天的视频 第一条原则永远不要亏钱 第二条原则永远不要忘记第一条原则